美國已經警告中國 華府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實施的制裁 應該被視為對北京的警告 即是中國侵犯台灣會知道什麼後果 由於中國在全球經濟裡 扮演重要角色 爭取對這些制裁行動的支持 將會比制裁俄羅斯困難很多 美國過本立法草案 已經毆納概涵了所有層面的懲罰性制裁 而禁止美中銀行之間 所有美元現場的制裁措施 是核損項 報道說儘管這樣可以有效 將中國機構 凍結國際金融體系之外 但這種做法 或者對美國和全球經濟 造成更加廣泛的傷害 美國不太可能會動用核損項 尤其是制裁初期